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线上很强势的股票 最近开始出现大量爆量的情况 甚至像这个叫河村 6215 今天跌停板 这跌停板不是他的错 因为他涨很多 他真的涨很多 他涨很多其实回跌一点不算什么 只是说你最近去买的你就没有赚了 对不对 如果你昨天买的或是这里买的你就没有赚了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 这样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你说 老师 我买最强的 结果它今天掉下来 这里买的没穿 这里买的 这里买的 这里没穿 可是如果你买这个 今天又涨停板了 如果你买这个 今天又涨停板了 你发现什么 不对啊 雅光涨得比较多耶 雅光涨得比更多 任何股票都多耶 没有错啊 啊3504也涨比别人多啊 没有错 你不要以为这样涨很少 就这样涨一倍了耶 这是涨停板 差一点涨停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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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一般的投资朋友 一般的投资朋友在干嘛 在放空阳明光 很多人在放空阳明光 最近龙卷大增 但是我认为你放空阳明光也不是你的错啊 只是你要赔钱而已啊 什么呢 就是赔了钱啊 就是身体痒痒的 可是你后面想过 来 我不知道你对阳明光有什么看法 我对阳明光的看法只有一种看法 就跟我们一起开始的看法一样 但缺点是什么 缺点是我们现在主管机会有规定啊 那个长太多要警示啊 对不对 那缺点是什么 先给你警示 那如果再涨就跟你分盘交易 对不对 这政府规定啊 没有办法啊 那所以我跟大家讲 当阳明光今天涨上来 飙到这个地方 你发现一档股票 从默默无闻变身台股最强 对不对 很多人为什么一次要买五档 买六档股票 去为了一支涨停板 买了好几档股票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档会涨停 但是如果你知道会涨停 你就不用买五档买六档 买一档就好了 你买一档 又是涨停板 有没有比较厉害 那当然我知道你会问 去这么多 看这么多啊 分盘交易 现在是警示 未来再涨就分盘交易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开始布局其他的股票 对不对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 来 想想看 我们想想看 为什么阳明公会长 这全市场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 我跟你说 这个微投影的未来的应用非常的广泛 它可以用在智慧音箱 可以用在智慧手表 那它会带动什么 会带动过去有做微投影的股票 例如什么 例如今天涨那边的亚光 对不对 例如今天涨那边的亚光 对不对 请看它多少钱 一百一十四块 好 我问你 在这个地方你要买还是要卖 当然要买嘛 我看它涨是不是我这里当然要买好 那如果你亚光买太少 那你是不是要买阳明公 对吧 那如果都上去了你要买什么 好 我跟大家讲 你要想全新全新的商机 来 这个是最新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你要先去想什么东西是新的 来 这个东西蛮有趣的 有一个全新的商品 这叫行李箱 画面压扁了所以看不太清楚 这叫行李箱 免首推自动跟随 跟屁从行李箱 跟屁从行李箱 它很有趣 中国大陆它现在已经在卖了 跟屁从行李箱 只要是很多人都常常在出国 你踢个行李箱 可是现在行李箱是什么 行李箱跟屁从 它就跟在你后面 跟狗一样 可是这样子好像不太对 反正它就是跟在你后面就对 那行李箱跟在你后面 你走走走它就跟在你后面 那有障碍物它还会躲开 反正它就跟在你后面 走走走那行李箱就跟在你后面 这样很帅 人家在拉行李箱 买一个行李箱 名牌的行李箱 几万块不重要 你又不知道那什么牌子 没关系 但是你的行李箱 它跟着你跑 你不用拉 对不对 真的喔 这真的喔 它要跟着你跑 这很有趣喔 它真的要跟着你跑 那请问这跟着你跑 它又用到什么商机 我告诉你 它需要一个激光传感器 再加上光学镜头 这个行李箱会跟着你跑 那你说老师 它跟着你跑 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会不会被人家头坑去 不会 它如果被人家头坑去 它会叫 真的会叫 这很厉害喔 好 那这个里面就有新的商机 叫激光传感器跟光学镜头 那股票会涨一定要有人买 对不对 股票会涨一定要有人买 喔 怎么买这么多 产物都减少 总股多人数都减少 为什么呢 喔 原来 新产品新用还有它 啊 总股多人数一直在减少 特务充满一直在增加 对不对 全新全新的商机 来我跟他讲 没有多久之前 真的 没有多久之前 这我跟大家讲 阳明光 我跟大家讲阳明光 你看喔 是不是总股多人数 再减少特务充满再增加 好 到今天 总股多人数再减少特务充满再增加 你知道这什么感觉吗 这是一倍耶 接近耶 现股耶 这不是 这我们过去已经证明 这是今年以来喔 节目上我跟你预告的喔 对不对 节目上跟你预告的喔 台胜科旺宏 郁金光立基 大宗康普见准 阳明光喔 对不对 我跟你讲的时候他可不是大掌喔 我跟你讲的时候阳明光可没有掌喔 其实阳明光又掌停板 从默默无稳到台北股市最强 来回顾一下 这放在桌面上可以有16寸的显像荧幕 那如果投在 投在墙上的话会有40英寸 40英寸的电视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诶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机 那会不会带动为投影再加上AR相关的股票未来的获利跟想像空间 会不会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筹码 如果人家进去买 股价要往上飙 代表着 其实人家头都已经洗下去了 对不对 可是未来等你看到光学镜头又加上微投影 亚光涨这么多 诶 看一下喔亚光 亚光是不是从 讲白点三四十块钱涨到96 好三十几块涨到96 对不对 好来 来有没有类似的 类似的 来我们看这个类似的 这一家 光学镜头加微投影 这我们今天就会跟你预告 你看一下很清楚喔 中古东人数是一直减少特务筹码增加的 对不对 这跟亚光是类似的喔 可是不一样的是它比亚光便宜 它比亚光便宜 它现在只有四十块钱而已 它只有四十块钱而已 你去看喔 中古东人数减少特务筹码增加 诶 你不要以为中古东人数减少特务筹码增加 这个是很普遍的东西啊 很多股票都是总股东人数大增啊 真的啦 来我跟大家讲很清楚 对不对 诶 那个时候你去看喔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杨明光在这里喔 你看喔 他8.9号夫现在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喔 他不是一档大涨股票喔 对不对 为什么很多人你买股票 你要买五档买六档 你买五档买六档 你全部都涨停板 跟你买一档股票 六十涨停板 哪一个赚得比较多 假设你买五档股票 五档全部都涨停 跟买一档股票 六十涨停板 谁赚得比较多 买一档的啊 你一百万全部买一档 他六十涨停 你就是六十涨停啊 你买五支才一支涨停 好啦 你全部涨停 你不可能买五档 全部都六十涨停吧 哪里有五档股票 全部都六十涨停了 沒有啊 那你说老师 那我要买一档啊 你骗人 你自己都买好多档 你是不是都买一堆 你是不是这里买一支 这里买一支 那节目看一下 这支不错的干杯下去 这支不错的干杯下去 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支 你也不知道哪一支会涨 那如果你知道会涨的 就一支六支涨停板 真的啦 真的六支涨停板啊 對不對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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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真的 好 感受一下我们的感受 是不是不要鼓 等下不要去你就知道 雅光接班很难嘛 對不對 請問要接班雅光 很困難喔 你要接班雅光 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雅光一直跑 你知道 你要接班雅光 是很困難的喔 對不對 這至少買兩次以上 買三次以上 對不對 到昨天 龍眷還大增 今天又涨停板 來 你要接班雅光很難啦 雅光一直在跑 雅光意識的耶 還追不上耶 還真的追不上耶 一直涨停板 還追不到對不對 越來越遠了喔 3019 越來越遠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你不一定要買這個東西 但是這樣子的技術 在未來的很多商品上面 它會跟著應用 你要這樣子想 如果你看到一個行李箱 有一個人在機場 他的行李箱跟著他跑 你會不會多看兩眼 多看兩眼就好 那請問多看那兩眼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這個 我不知道 很多人願意多花一點錢 好 你又不用拖 可是我今天不是說 你一定要買這個 我是說 這樣子的技術 它會用到一個激光傳感器 跟光學鏡頭 那這樣子的行李箱 你出來沒有 沒有 如果還沒出來 你是不是應該 去佈局相關相關的股票 對不對 哎呀 真的咧 特徒充法買到天了耶 你有沒有想過 一檔股票買400張 以上 如果大漲 再漲 再飆 你是什麼感覺 蛤 你是什麼感覺 這是做股票的感覺啊 對不對 如果你有400張的陽明光 這叫做人生嘛 對不對 這個才是人生啊 400張的陽明光 繼續在 對不對 這我跟大家講的一樣啦 為頭影裡面 你要買誰 買亞光 你要買誰 買陽明光 你要買誰 你要買三叉叉四 請問 我不是去追一檔大漲股票喔 這叫絕版一字頭 是不是絕版一字頭 上個禮拜跟大家講的絕版一字頭 其實我不是上個禮拜跟你講啊 我8月8號節目上蓋牌就是這一支啦 8月8號節目上蓋牌就是這一支啦 禮拜五漲停 禮拜一漲停 今天差一點漲停 沒有錯吧 真的啊 我就跟你講很久 我8月8號就跟你講了 好 禮拜五再跟你講一次 禮拜一跳空漲停板 今天差一點點漲停板 我告訴你還有兩檔口袋名單啊 大家不知道的最標啊 那大家不知道的 我們怎麼知道 這就是關鍵喔 大家不知道 雅光會這麼標 大家不知道雅光會這麼標 甚至於大家不知道 郁軍公會從100上到400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跟你講 當然有啊 上個禮拜跟大家講的 昨天跳空漲停板鎖 今天還是一樣漲停板啊 對不對 來簡單回顧一下 上個禮拜了 不行啊 這手錶可以圍頭影 手錶可以圍頭影 那不只手錶可以圍頭影喔 他這個手錶很厲害的喔 這手錶不只可以圍頭影 這手錶還能幹嘛 他這個手錶 他說 一束科技 新產品 將實現虛擬顯示的交互 什麼叫虛擬顯示 他不只在手錶上面 可以呈現一個虛擬顯示 也就是所謂的圍頭影之外 他可以投在桌面上 或者是手上面 用桌面上可以觸控 皮膚可以觸控 也就是說 一個所謂的虛擬的一個觸控 我們過去看那個電影對不對 那是 都是虛擬的螢幕 然後再播一播一播 過去電影 那未來 在今年十月份 即將成真 智慧手錶 它不只可以投你出來 而且你可以跟投你出來的虛擬螢幕 用虛擬手勢 就像原相這樣子 原相不是說B&W那個嗎 人家撥一撥 聲音就調大調小 說真的 你車子真的需要撥一撥聲音調大調小 我真的覺得不是這麼的必要 原相展到什麼樣子 就一三二 就一三二 那如果你的智慧手錶可以投影出來 而且投影的你還可以撥一撥 你會說老師 那不可能 那個不可能 那個都是 對不對 怎麼可能 我告訴你真的 我們台灣有一家公司 叫三叉叉四 它已經發展出來世界上最小體積 1.5cc的雷射為投影 它可以投影兩到二十吋 好了兩到二十吋 那它跟誰合作 跟一速科技合作 老師一速科技我沒聽過 你現在沒聽過 以後你一定會聽過 一速科技你沒聽過 以後你一定會聽過 一速科技是海爾旗下的創新平台 也就是說它就是海爾集團了就對了 那它要出一個所謂的GUST 2 也就是所謂這個叫做投影 這個字叫投 它已經出了一代 現在出了二代 那二代的話會有虛擬觸控的技術 不只投影出來還有虛擬觸控 那它跟誰合作 它跟這一家合作 跟這一家 雷射為投影的 跟這一家合作 而且是獨家的供應商 它七月營收已經創下一年半的新高 它第二季EPS是0.4 0.4 0.4 0.4不多啊 對不對 雅光第二季EPS多少 0.7 我跟妳講的是還沒見爆的喔 等妳見到報紙不是現在這個價格喔 那很恐怖喔 真的喔 等妳見到價格不是現在的價格喔 你只是先賺漲停板 漲停板今天又差一點點漲停喔 就是只是讓妳先賺而已喔 對不對 那重點來了 我跟大家說 很多人問我們說 欸老師妳這一次喔 買到雅光買到陽明光真的不錯喔 我告訴妳還好 其實如果妳真的一整年 這今年2017年 你幫我們追蹤一下 這台式購買的時候33塊 節目上給妳預告的時候33塊 節目上給妳預告望宏6塊5 節目上給妳預告預計過100 立基對不對66塊7 跟LINE還有 這個時候這先前沒有LINE 這個時候我們還沒有LINE 後面就有LINE對不對 成立LINE之後 LINE上面給妳 對不對 節目上給妳預告 那LINE還有跟妳分享對不對 立基大宗康普 見準陽明光嗎 這都對不對 對不對 還可以啦喔 還可以接受啦 還不會太差 那2018年 還有一點時間 還有一點時間 這是我們2017對不對 那既然現在股票要漲就一直漲 要標就一直標 那請問有什麼股票可以複製 來 3019 妳有沒有想過 欸這很恐怖欸 對不對 3406玉君光街400了 請問我在LINE還有我上面 跟妳分享的時候 它多少錢 蛤 我在LINE還有我上面跟妳分享的時候 玉君光多少錢 200塊啦 妳說老師 那玉君光有一百 給我介紹 起到200塊妳給我介紹 我在LINE還有我裡面跟你講 目標在多少 是不是比這個高 啊這說哇 407 啊妳買玉君光好不好賠錢 啊我跟你講的時候是200多呢 啊我已經賺一倍了 我告訴妳目標在哪裡 妳打出來LINE裡面有啊 真的啦 我告訴妳 這個叫做好朋友的LINE 那好朋友的LINE裡面還會告訴妳什麼 來 未來有什麼股票是全新全新的題材 光題材妳就找不到股票了 更何況我可以找到股票 看到相關的籌碼 甚至於相關股價的位置 我們偷偷買 有可能明天指數震盪啊 有可能今天很多股票爆大量對不對 有可能很多股票要壓回啊 那我們明天 邀請妳 真的啦 我跟妳講的都是低基期特务籌碼 大買中股都用出大錢的好股票 有興趣歡迎見到我們的好友 我們先休息一下 現在這段再回來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掌握獲滅的一手資訊 歸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賺錢不斷重複 輪圓投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輪圓投顧智庫專線 02 2321 9933 2321 9933 輪圓投顧精準掌握財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一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洞悉牌勢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起機 贏家專線 02 2321 9933 2321 9933 掌握獲滅的一手資訊 歸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賺錢不斷重複 輪圓投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輪圓投顧智谷出現 平坦2321 9933 2321 9933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兒牌氣密窗 減肇圓掌機 減肇圓指數 減肇圓治療 減肇圓医移ût 降回到季線 但你可以發現 今天很多股票 有暴大量的情況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它漲多爆量是很正常 可是如果你要一直漲一直漲 漲到像雅光跟雅明光這個 那就是少數中的少數 那如果可以跟你寫在測標 雅光雅明光XX 三檔全部噴出 命中率百分之百 那真的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好 給自己90分就好 因為我們要留個10分 到未來做到完美嘛 對不對 你看3019 全市場誰告訴你 他們兩個做回頭影的 沒有 每個人都告訴你雅光 那車子 對不對 3504 阿齋 你不知道雅明光做什麼 現在沒有人告訴你雅明光做什麼 不重要 中午市雅明光已經 漲到要被人家警示 未來可能分盤交易 那可能股價會暫時休息 因為那漲很多啊 警示嘛 先警示然後可能分盤交易 可以稍停一下 就像這個一樣 稍停一下 稍停一下你會變什麼 稍微停一下你要買什麼 你要買全新的啊 我跟大家講 老師 你會跟我說老師 你跟我說什麼 智慧音箱微投影 我都沒有看到智慧音箱微投影 那為什麼我要買微投影的雅光 為什麼我要買微投影的雅明光 我問你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捷運站 假設我們這個捷運都有線嘛 捷運站 規劃完捷運站 你有沒有看過那捷運站規劃好 你去捷運站下車完之後 那捷運站旁邊沒有房子了 你有看過這種情況嗎 那個捷運站人家分支 要那個輕軌 如果輕軌被人家預定地 你去看到預定地 被人家輕軌預定地 或者捷運預定地 那旁邊高樓林立啊 全部都是房子啊 什麼意思 一定有人比你早知道嘛 假設你家旁邊要蓋捷運 你家旁邊會沒有房子嗎 一定全部都房子嘛 同樣的道理啊 股票會漲 會沒有人先買吧 如果你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你也不可能就股票做到現在啦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跟你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看到這樣子的結果 你感受到什麼樣的感受 你感受到什麼樣的感受 一個燈 兩個燈 三個燈 四個燈 五個燈 六個燈 老是沒有六個燈 這裡沒有漲停 好這裡 這裡沒有漲停 沒關係 接近六個燈吧 是不是大家都要放空 是不是告訴你暴老 對不對 這噴出中間叫你暴老 今天我們賣一半 我們今天 聽不懂賣一半 龍老師 你賺這麼多的你敢賣一半 對啊 我們今天第一次賣一半 賣一半幹什麼 我們要買新股票啊 對不對 買什麼新股票 我要買這個啊 你看喔 這個行李箱跟著你跑 很可愛 很可愛 真的會跟著你跑 而且跟著你緊緊的 免手推 自動跟隨 跟壁從行李箱 那跟壁從行李箱真的很蠻厲害的 你上網去看 真的會跟著你 你的行李箱就跟著你後面一次跑 那重點不是 那個行李箱可以賣的好不好 不重要 重要的是 這種技術未來會越來越推廣 這種技術類似什麼 類似那個無人駕駛 也是弄這種技術啊 它需要激光傳感器跟光學信頭 請問有誰跟他做類似商機的 如果骨架在低點 你有沒有看到貼了秘密嗎 這叫做黃標籤 黃標籤立刻把 貼起來的比較猛 對不對 給我貼起來 骨架在低低的 過去在這裡 現在低低的 老師 那個低低的不會漲啊 對啊 你也是這樣講啊 老師 牙關不會漲啊 預計光都漲翻天 牙關不會漲 對 先進光標範它不會漲 對 現在在哪裡 老師 這個不會漲啦 人家都買先進光 都買加鈴 對不對 我買先進光的時候十四塊 我買聯誼光的時候十一塊十二塊 我買一幾塊一百塊 我跟他說 贏民說 你說你外賣沒關係 來 以國際大廠合作 毛利率比聯發科還高 相關的概念族群沒有先爆 對不對 過去我們做得還可以 未來我們要再加油 只要運氣好一次就夠了 運氣好一次 這個波段漲幅 我跟你預告的時間點 我跟你預告的價位 對不對 節目上跟你講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對不對 那事後都被指這個樣子 一檔股票賺一倍 還有什麼夢想不能實現 問題是哪一檔 對不對 來 歡迎你加我們的好友 我們在好友裡面跟你分享 你想都想不到的資訊 我們有一個小小的活動 小小活動 這個活動讓我們一起 在第一點買進大家不敢買的大標股 任何問題後來來電作詢問 祝你明天早就順利 謝謝 歡迎來到這裏 今天講Youtube應通財經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 看到 Youtube日式點經 線上直播最中時 分析師精準團式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 Youtube應通財經台頻道 不关系 给你安排在一起 找过获利的一手资讯 规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文言同步蔡老师 让您轻胸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文言同步智库参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文言同步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台式策略宣布 文言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找过获利的一手资讯 规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